大家好,我是小飞翔,今天我们来玩像素塔房 像素塔房,我们就先开两个箱子 因为我们最基础现在只有两个视频 看下我们仓库,只有野蛮人和岩浆 岩浆是紫色,野蛮人是绿色 那我们用我们的金币再开两个箱子 来到这边,然后应该可以开两个箱子 对,有百分之多少的几率 这边57普通,35蓝色 那我们的紫色开出运气还不错 来开两个,为了获得两个新的兵种 万一全是金币,岂不是很不方便吗 神秘僧侣,是白色的 再开一个,不要白色,叮叮叮叮 两个神秘僧侣好 那我就只能带着我的士兵冲锋了 任务完成,零下有五个钻石 每周和每日的任务 把我的僧侣给装上去 装备最好 可以,三个士兵 两个150和一个450的 那怎么加入战斗呢 我看到了,从第一关开始 应该是这边要征服好几关卡 我就进来了 一个玩家能战斗吗 两个玩家一起 有人一起吗 再等一会儿 不等了,开始 开始了 我们两个人的战斗 这个像素非常像我的世界 你有没有发现 来了啊 呃,我选择中等吗 中等250个金币啊 怎么样 不知道他选什么 我选中等 直接开始 呃,我们骑手有多少个金币啊 哦,650金币 那我把这个士兵直接放在这 拐角处 哎呦,好像有点难度 然后这个士兵放在这拐角处 完了,有点难度 不是中等的这么难的吗 哥们 就我一个人在放呢 你人呢 僧侣的范围好像大点 把他放在这个拐角处 怎么样 现金不足 我们两个是够用一个现金的吗 哦,哥们 你在前面人员下 这是什么士兵啊 好酷啊 有哥们带我飞吗 两 他放了两个士兵 我们要全攻击到30波怪 我们两个不会是用 用一波钱的吧 不会不会 应该是分开来的 后面的士兵用我来守住好吧 撑住 OK 他这个人的范围还挺大 哦,也不是特别大 他是蓝色的 我看见伤害是50 范围13.64 我伤害是138 范围小一点点 好,我准备放一个 呃,存450 然后放一个 岩浆在当中里 那不是够不够啊 你守住前面 我守住后面 应该没有问题的 哇,这游戏一个人玩中的难度 玩不过去啊 这第一开是打击啊 他这个小鸡小鸭的 哦,士兵来了 呦呦,僵尸啊 有点像我这里的僵尸啊 450 有点慢 他放了三个这个士兵了 有可能是我第一个比较贵啊 你留点钱给我呀 不是,他打完就是他的钱是吧 跟我没关系是吧 我的岩浆敲敲敲 没关系,只要守住就行了 他放了四个士兵 哥们,你其实有这么多钱吗 啊,500多了 好,我第二个岩浆士兵来了 不出意外这个士兵还是可以升级的吧 对,可以升级的 很好 150是叫我们的僧侣啊 把它放在 这里吧 够钱,还差12块钱 好,够了 那叫我们的僧侣攻击范围到底是多大的 把它放在这里吧 还不够钱,还差11块 有什么新士兵吗 还是这些断手的丧尸 呃,放在这里比较好 你就守住前面吧 还是3块钱,差1块钱 出了吧,我的僧侣 可以 这伤害比较小 但是攻击范围比较大 OK 僧侣的话升级比较 比较比较 比较简单 比较 比较便宜 呦,我的僧侣是放闪电的 哦 哦 好好好 又有钱了 那我再放一个箭矢 在正面怎么样 还是再放个森驴呢 再放个森驴 再放这里 覆盖一点范围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升级我们的视频就可以了 把他妈扼杀在摇篮里面 没问题吧 我的战术 一共30坡怪 想不想这个首次这个像素能不能挑战成功 怎么有这 有两个 举报 有两个蜘蛛 偷偷溜走了 有两个蜘蛛 偷偷溜走了 视频砍他 诶,你砍那个 好 漏一个不要紧 应该 我们这基地没血量的吗 诶 原来这么长啊 完了 原来这么长啊 完了 完了 这 哦 基地有血量在这里 2040 啪 漏过去了一个 扣了100多的血 可以 呃 那我觉得 哦 原来是这样 那我在后面应该再放置一个 他让我们纵跳过 那我们在后面再放置一个 这个研磨 或者把我们的僧侣升级一下 他都是什么士兵啊 他现在也是两种士兵 一个是这个爆炸头 一个跟我一样的僧侣 这是第五波怪了 哎呀 又来了 又来了 这玩意又从后面漏走了 哦 哎 那我 我在这里守一个这个 这次他 没有这么轻易的通过了 我在后面放了 守关Boss好吧 然后在这边再放一个 呃 不用 在这边守住他们就可以了 在这地方守住他们就可以了 诶 他也在后面放了一个 OK 这样的话就 没什么问题了 三百多 我们把我们这个僧侣给升级一下 这个僧侣 两百七十五 这不是我们的 这个是我们的 升级 哦 范围又变大了 哇 两级了 看到没有 两级的僧侣 这个升级要多少 这个升级要八百 但问题不大 哦 僵尸又来了 僵尸 这个是小鸡和蜘蛛的混合体 你升级多少钱 你升级两百七十五是吧 先给你升级看看 你升级范围好像变大了 一个野蛮人 能造上面吗 不行 每个人造的这个兵种 也是有上限的 哦 血人僵尸 是吧 你们有进负 九百五十的血 乖乖 有难度了 OK 每一波过后 加两百十五的金币 你的血 刚才只漏了一个小人猪 问题不大 呦 这波好像问题很大的样子 漏了很多只怪 你再升级几十几家 三百七十五可以再给你升级 好啊 没关系 后面我们的守观视频 垫他 砍他 垫他 砍他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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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漏光了 呃 我觉得在这边应该 再造一个 再造一个 对 他也再造了一个 好 有点难度 呃 我要升级了应该是 应该是要把我们这个 士兵留升级 三百七十五的话 还不够钱吗 将把它再升级下 差这么多吗 或者这边应该再放一个士兵 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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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基地就一半血了 撑不住了 no 就给你升级一下 好 補刀 能補死一個嗎 兄弟 你這威力有點小呀 補死一個吧 拜託啦 完了 漏了這麼多怪 完了 375 這撐不動啦 兄弟們 得升級啦 不能到數量啦 我們這只有一點點血啦 不能漏一個 我得給你 快快快快 後面還漏嗎 後面還在漏 造個士兵在這吧 要吧 這士兵給你升級 啊 完了 又漏了三個 沒血啦 這最後一個 NO 只加了14個金幣 好難呀 兄弟們 這是我玩過最難的塔房 呦 那我們最 哦 我們玩的是中等模式 應該是這樣 我們玩的是中等模式 如果玩簡單模式的話 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好吧 我們今天這個 像素塔房就先體驗到這裡 如果你們想看的話 記得關注小費用解說 我們會解鎖更多的兵種 然後每天更新的第一席呢 你就都可以看到了 那我們先下見 掰掰